300管道疏通机的使用方法 300管道疏通机 疏通管径是32到100毫米 疏通最大长度是23米 机器配备四种刀头 用来疏通不同的阻塞情况的管道 机器放到要疏通管道口距离50厘米的地方 拔出 选择要适用的刀头 安装在软轴上 疏通电源 闭合漏电保护器的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正转 拔出来 插入要疏通的管道内 直到遇到捕捉物 将软轴从桶里拔出一小段 踩下脚踏开关 向下按压软轴将扭力传到刀头 以便疏通阻塞物 重复以上动作 直到管道完全被疏通 当管道被完全疏通后 将软轴退回桶内 当刀头退出管道口后 停止机器运软 手动将软轴 推出很内 我们 encouraging大家 请不吝点赞 好